中美之間 它的貿易大戰 這個態勢看起來 可以感受得到 拜登政府 它等於也是延續了 川普政府 那個時段點的 相關的貿易政策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大國之間的 不論是在網路 在科技方面的競爭角力 就像紐約時報提到的 它已經展開新一輪的賽局了 以前川普政府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它是非常的一刀切 這個不論情況如何 它就是一直往前 一直打打打 殺殺殺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常常強調 有所謂的欺商權 這個商敵10% 但是自商也有7分 但是像現在 這個拜登政府 它就是這個外交的 這個手腕手段 看起來真的是比較細枝 可是它在貿易的這個 出手出拳 看起來是完全不手軟 甚至有可能加把勁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個包括像是在半導體 電動車 吸乳跟藥品 這些部分它已經有講過 大家都在等待 它到時候所謂的百日計劃 出來了之後 真正端上台的 會有哪一些名單 可能還要宣布 這些部分都是 會直接影響到全球股市 跟台北股市 很重要的一些相關的名單 那名單很可能又是新一波的 這個中國的很多的這個大廠 特別是在網路跟這個科技方面 到底有些名單 黑名單還會再端上來 這大家都 都是在這個 睜大眼睛在看 但是另外一個部分 除了這個美中貿易大戰之外 這個俄羅斯 跟這個美國之間的戰爭 看起來那個戰線也沒有稍息 目前為止大家都可以看得 前幾天這個拜登直接就強調 這個對於這個俄羅斯 特別是普丁 他都覺得這是一個非常 放在第一線 算是敵人這樣的狀態 尤其是在這個川普跟拜登政府 在他們正在選 川普跟拜登正在選舉過程當中 這個拜登就完全的不手軟 直接講說普丁跟俄羅斯政府 就扮演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 看起來 這個他把中國視為競爭對手 可是把這個俄國視為是一個敵人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戰線是兩頭開的 所以到時候這個油價 這個我們講了半天就是要講油價 因為最近這個普丁很可能 他們會是在油價上面 會動一些手腳 而且也完全不客氣 對於拜登政府是直接展開反擊 所以新一輪的賽局 他到時候究竟只是美中之間 還是美中二之間 哇這個全球的這個 這個會影響全球的股市 也當然會影響到美股跟台股 所以這個部分 我想油品 我想在電動車跟半導體 這可能是多方在角力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是我們所有投資人在看早課的時候 不能夠去忽略 而且他很可能這方面即時的訊息 會在盤中直接drop in 會進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多投資人 在看盤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隨時留意的 那還有第二個重要的訊息 一樣 我們就是破鐵的時候 已經有跟很多投資人報告 目前我們很多人覺得 我們的這個半導體短期之內 陷入整理很落差的一個情況 其實根源不在於台灣 不在於台積電跟聯電 他們的業績 他們的這個生產線 完全訂單都是滿載 現在是利空的消息面 來自於美國的ADR 來自於這個美股 他的NASDAQ跟這個 成半導體 那麼產業的前景也非常好 你可以看得到這個數據 都是公佈出來的 台積電他的訂單 訂單已經滿到明年底了 這個不是 而且台積電說在 這個我們的護國神山 他們的訊息都不會是隨隨便便 如果有問題 他直接就第一時間跳出來 跟你這個更正了 這都是眼睜睜的事實 可是他的最近 跌到了590 到底能不能買 到底該不該買 那像真為我們 我們這個萬寶投稿裡面 我們每個禮拜 每一天接到的電話 就是在這邊詢問這件事情 我們只能說 坦白講580 這個階段 我們已經跟大家報告很多次 真為我已經好幾次有講 如果我們的股價 真的是因為全球股市的情況 影響到我們台積電 庫國神山跌到了580 580幾 540 570 Anyway 我們覺得在這個時段點 坦白講 你說他會不會再繼續跌 我沒有人敢跟你保證說 他不會持續跌 因為受到國際的影響 但是他是不是相對的低點 他實在是 那已經幾乎跌破月線了 這還要怎樣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業績是好的 產業前景是好的 全球希望能夠把台積電 撈掉掉 弄在他自己的口袋裡 放在他自己的國家裡面 一定要有台積電子公司 是不是事實 他是事實 可是他目前 他的股價是不是跌 他美國的ADR 目前在上禮拜五 依舊是跌了0.7%左右 是跌的 所以你該怎麼去看待呢 我們只能說籌碼面 我們是這個台股最大的 這個最大的 最大咖是誰 依舊是外資 他要到貨 你是能對他怎樣呢 對不對 你奈何不了他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還是頭累累 這個半導體的部分 沒有辦法 聯電你說他業績不好 他業績很好 他的訂單是滿在 他發給你的這個股息 已經是20年來最高 你還要他怎樣 這沒有辦法 人在屋簷下 籌碼面 放在這個外資手裡 他要賣他要砍 現在連投信 都要賣都要砍 你是能拿他怎麼辦 沒有辦法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可不能跟他對作 你口袋裡才幾毛錢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們砍殺這些半導體 我們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該調節的時候 該壯士斷丸的時候 你不能在這時候 喊嘻嘻嘻嘻嘻嘻 該斷就要斷 這些部分情況 也是給投資人參考 可是在這個台積電 落到580幾塊錢的時候 你敢不敢接 我說實在的 我們只能說 沒有人說他明天不會持續跌 但是這個是不是已經短期之內 相對低檔 那是的 溫業線了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多多留意 那護國神山 他的業績跟各方面絕對是好的 這個實時證明給你看 那最近網通晶片 也一樣是爆大量的一個缺貨潮 那包括notebook 包括面板 包括這個 這個這個整體 這個車用晶片一樣是的 所以缺料 你目前是看不到鏡頭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不論半導體 不論網通晶片 都一樣是大缺貨 這是跟投資人做一個很誠實的報告 那在另外一個部分 大家都很關注洪海 這段時間 科技類股 我們都靠這個洪家軍對不對 靠他們這個洪海的 這個這個代工一哥在撐盤 那目前為止 電動車MH在25號即將禮拜四 他就要登場 平台敲鑼打鼓 外資也提前都有在進場 都有在布局在買 那這段時間買最多的就是洪海 你可以看到動輒都是 4萬多張 9萬多張張拼命在買 可是這段時間 你看到這個即便投信上禮拜五還在買 可是剛才真偉已經跟大家都有報告了 洪海在這個禮拜跟下個禮拜 他們都有好消息 比如說他的MH要平台要正式announce 上千家全部都進來 特別是日本還有超級的大咖 這個所謂的馬達的一哥利 他們要進來 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敲鑼打鼓非常盛 這個台面場面全部幫你布好去了 月底還要告訴你法說 而且他這個法說的代表 當然是有好康的要跟你對這個公佈 可是即便如此 你看已經有這個千張大貨 已經提前在出貨了 所以我只能說我們投資人要慎思明辯 好那洪海最近的情況 在上個這一段時間 有些時候也發現怎麼利多 不那麼漲得動 那他底下當然也有一些真頂KY 好不容易有多年來 這個很牛皮的股票已經開始在動 所以洪家軍這裡面有 很一頭拉骨的電動車 他們相關的概念股都在集結 那在這方面 我覺得提供給很多投資人做一些參考 都在沙克封 不如 ін 那我也不知道 你住在那個月 我住在那 我住在這方面 地你住在這三下 你住在那二邊 我住在那一邊 這裡面公佈 你住在那邊